大家好,好的故事就是需要被聆听、被分享。 今天我这个说书人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。 这本著作的传奇作者是一名美国作家、社会运动家和讲师。 他的亲口预言包括, 当一扇幸福的门关起时,另一扇幸福的门会因此开启。 但我们却经常看这扇关闭的大门太久,而忘了注意到那扇已经为我们开启的幸福之门。 我只看我拥有,不看我没有的。 寂静使人更加喜爱声音,黑暗使人更加珍惜光明。 即便他从小失明又失聪,却并不阻止他向正常人生活,甚至活得比常人还要精彩。 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高演院,并取得文学学士学位。 在他的有生之年,曾著书《我的老师》《我的生活》等。 他以自身的不幸,去鼓励世上其他不幸的人, 被入选美国时代周刊《人类十大偶像之一》,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。 这位传奇人物便是海伦凯乐。 而今天,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本好书,便是海伦凯乐的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 如果你只有三天的光明,你会想看什么呢? 海伦凯乐,一个从婴儿时期就又龙又芒的人,会告诉你答案。 我常常想,如果每一个人在他刚刚步入社会时,患上几天龙芒症, 那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,因为黑暗将会让他更加真爱视觉, 寂静将会让他更明白声音的愉悦。 我经常测试我的那些有正常视力的朋友,想看看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。 最近,我问一个刚刚从森林中散步回来的朋友,问他看到了什么。 他回答说,没什么特别的。 我自问,这怎么可能呢? 在森林中散步一个小时都看不到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? 而我这个看不见东西的人,仅仅靠触摸就能发现许许多多让我感兴趣的事情。 我能感觉到树叶精致的对称,我的手在光滑的油皮划上划过, 或者扶摸着松树粗糙的树皮。 春天,我摸着树枝,希望能找到一个贝蕾, 因为它是大自然从寒冬中苏醒过来的最早征兆。 有时,我会把手轻轻放到一棵小树上, 如果够幸运的话,会感受到一阵幸福的悸动, 因为有鸟儿在放声高唱。 有时,我的心在哭泣,渴望见到这世上所有的一切, 仅仅靠触觉就能感受到这么多的幸福。 那么,如果能看见,我会发现多少更美好的东西啊? 我想象着,如果上天给我哪怕三天光明, 我最想看到什么呢? 我要把这一段时间分为三个部分。 第一天,我想看看那些给我关怀和友谊的人, 是他们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。 我不知道如何透过眼睛,心灵的窗户, 看到朋友的内心世界。 我只能用我的手指尖看到他的脸的轮廓。 我能察觉他的眼泪,他的悲伤, 还有其他明显的情绪。 我是透过感觉朋友们的脸部表情, 来了解他们的。 拥有正常视力的你们, 透过观察另一个人细微的表情变化, 他肌肉的颤动,或者手臂的挥舞, 就能很快领会他所说的话的实质。 这是多么容易,多么让人满意啊。 但是,你是否曾经想过, 用你的眼睛看到你朋友的内心呢?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, 不都是随随便便地看一下某个脸庞的外部特征, 然后就这么放过了吗? 例如,你能精确地描绘出你五个朋友的脸庞吗? 我曾做过一个实验, 询问丈夫们妻子的眼睛的颜色。 他们经常很尴尬地支支吾吾, 然后承认他们不知道。 啊,如果给我三天光明, 我会看到多少东西啊? 第一天将会是繁忙的一天, 我会把我所有的朋友都叫来, 然后长久地凝视他们的脸庞, 把他们美丽心灵折射于外的特征铭记于心。 我会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, 这样我就会看到一个人还未意识到生命的种种冲突之前, 那渴望纯真的美。 我要看一看那些曾经读给我听的书, 他们向我展示了生命中深层的意义。 我还要看看我的小苏格兰狗和勇敢的丹麦狗, 看看他们忠诚地值得信赖的眼睛。 下午我要到森林中散步, 我要让我的眼睛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, 我希望我能看到一个壮丽辉煌的日落景色, 而晚上我想我大概是睡不着了。 第二天我会和黎明一起醒来, 我要看着黑夜是如何变成白天的,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奇迹, 我会敬畏地注视着太阳的光芒, 唤醒沉睡的大地, 多么壮观。 这一天, 我要快速地看看这个世界, 它的过去, 它的现在, 我想看看人类发展的进程, 所以我要去博物馆。 在那里, 我会看到地球上的动物和人类的浓缩历史, 旁边还有绘图表示出它们当时的生活环境, 庞大的恐龙和乳齿象在地球上漫游闲逛, 而后来人类出现了, 它们只有微小的身躯, 却有发达的脑袋, 它们占领了动物的王国, 成了地球的主人。 我要去的下一站是艺术博物馆, 我已经用我的双手了解了古尼罗河畔的神和女神的雕像, 我感觉过帕台农神庙中的复制品, 也感觉过冲锋的雅典勇式的韵绿美。 长满无须, 保尽风霜的河马的面容, 对我来说特别亲切, 因为它也是个盲人。 这样, 第二天, 我将透过艺术来探索人类的心灵世界, 所有以前透过触摸了解的东西, 现在我都可以看见了。 更加让人激动的是, 华丽的绘画世界将向我敞开, 不过我大概只能看到一个表面的印象。 艺术家告诉我, 如果想更深, 更真实地欣赏艺术, 必须好好地训练一下眼睛, 必须从经验中学习, 领会线条、 组合、 形式和颜色的价值。 如果我有眼睛, 我会多么幸福地投入到这项迷人的学习中去啊。 第二天的夜晚, 我会在剧院或者电影院度过, 我多么想亲眼看到哈姆雷特迷人的风采呀, 还有生机勃勃的福斯塔夫, 穿着伊丽莎白时代的服饰, 也将多么让人陶醉。 我无法欣赏有韵律的运动的美, 除了用双手触摸得来的那一点点可怜的体验。 尽管我也懂得一点点韵律的乐趣, 因为我可以透过地板的振动感知到音乐的节奏。 但是我也只能想象巴普洛娃那优美的舞姿, 朦胧模糊。 我也完全想象得出, 有节奏, 整齐画一的舞姿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景象之一, 因为我可以用手指沿着大理石的雕像的线条, 感觉到那种美。 如果静态的美都可以这么动人, 那么亲眼看到将会多么令人激动。 下一个早晨, 我依然会早早向黎明问候, 期待发现新的乐趣, 期待更多的美在我眼前展示出来。 今天,也就是第三天, 我要去体验工作的世界, 我要看看忙忙碌碌的人们是怎样生活的, 城市是我的目的地。 首先,我会站在一个繁忙的街角, 注视人群, 从他们的表面去想象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些事情。 看到微笑, 我会很开心, 看到坚定果敢, 我会很骄傲, 看到悲伤, 我会同情怜悯。 我在第五大道上闲逛, 目光游离, 看不到特别的物体, 只有一片绚烂的色彩。 我确信, 街上女性服饰的绚丽多姿, 流光溢彩, 我永远都不会厌倦。 不过如果我能看得见的话, 也许我也会像其他女人一样, 只关注衣服的试样, 而忽略了极具的色彩的斑斓。 从第五大道出发, 我开始游览整个城市, 贫民窟, 工厂, 孩子玩耍的公园。 我还要参观外国人居住区, 进行一次足不出乎的海外旅行。 自始至终, 我的眼睛都会震得大大的, 所有一切的东西, 开心的, 不开心的, 我都要看在眼里。 这样, 我才能更深地理解, 人们是怎么工作的, 怎么生活的。 最后一天的光明, 接近尾声了, 也许还有很多很多值得看的东西, 让我花掉这最后的几个小时。 但是我想, 最后一天的晚上, 我大概还是会到剧院去, 去看一出热热闹闹的喜剧, 好好领略人类精神中的喜剧含义。 午夜, 我将重新回到永恒的黑暗中。 在那短暂的三天, 我自然不可能看完所有我想看的东西。 只有当黑暗重新降临到我身上时, 我才意识到, 我有多少东西没有看。 也许这篇短文和你自己设想的, 如果你知道你讲诗名, 你会做什么不一样。 但是我敢保证,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经历之后, 那么你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使用你的双眼。 你看到的所有一切都会变得异常亲切。 只要是在你视觉范围之内的东西, 你都会用你的目光去拥抱它。 最后, 你将会看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展现在你的眼前。 我这个看不见东西的人, 可以给你们看得见东西的人一点忠告。 请善用你的眼睛, 就好像明天你就会失眠。 聆听美妙的乐曲, 鸟儿的歌唱, 管学乐队, 熊混有力的曲调, 犹如明天的你, 就会失聪。 去闻一闻花儿的芬芳, 赏一尝每一口食物的鲜美, 就好像明天的你, 将会永远失去嗅觉和味觉。 尽量运用你的每一种感觉, 从各个方面进行体会这个世界的快乐和美丽, 这些感觉都是大自然赐予你的。 而在所有的感觉当中, 我相信, 视觉一定是最令人愉快的。 海伦凯乐一直是我的偶像传奇人物, 他的不幸让人同情, 但他却用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告诉大家, 他并不需要被同情, 他的成就甚至比常人想象还要出彩, 赢得了许多人的掌声。 在这里, 我只能和大家分享这一本书前传的一小部分,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部分, 描绘了一个聋哑人士用心感受世界的渴望, 让我爱上了这本书。 若是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, 不妨去阅读更多里面的故事, 去了解更多不为人知的海伦凯乐。 希望大家快乐读书, 读书快乐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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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与点栏目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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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明镜与点